一兔之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认识 合成分解 合成是什么 分解又是什么 合成就是所有的东西合在一起 总共多少 好 老师可以利用呢 我们的小图片 一样哦 刚刚就有告诉过老师了 我们可以在后面贴上软瓷条 就可以在我们的白板上面操作了 那老师可以像我这样子 分别画上两个小格 跟一个大格 那相信老师看到我们这个图案 就一定知道了 我们要知道孩子完整是什么呢 好 这边呢 我们老师啊 可以先随意的放上 你觉得你想要放的数量卡 然后再问问看小朋友 你喜不喜欢吃饼干 你喜不喜欢吃苹果 这些我们全部要装在我的大肚子里面 那你总可以吃掉多少东西呢 好 跟着我们呢 跟着我们的大嘴巴一起把所有的东西吃下来 再让小朋友来做点数 三和五 好 当小朋友建立合成的概念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到我们的符号练习了 进行到符号练习的时候呢 先把我们的数字卡放上来 好 好 刚刚我们放的是三个饼干 以及什么 五颗苹果 那合在一起是多少 合在一起放在大肚肚里面是多少 利用我们的大数字卡 让小朋友来做点数 当小朋友比较熟悉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时候没有关系 不要忘记咯 我们的数字卡后面 我们一样有小点点 如果小朋友还没有办法直接看数字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直接把答案说出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利用后面的小点点 让小朋友慢慢的去做点数 做完点数之后 再依照我们的大数字卡 小朋友找出正确的数量概念 这个点凌层的小朋友 我们比较建议的是 实际上小朋友只要建立在10以内的合成概念 当他建立好了10以内的合成概念呢 我相信小朋友 他未来在做点数技术练习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